昨天晚上出科的最后一只虎皮宝宝 已经在孵化季里待了一晚上了 我想是时候让它和它的兄弟们见面了 来吧 去看看你的三个哥哥 看看这三个家伙睡得怎么样 怎么只有一只 还有两只 你们俩怎么掉到下面去了 这是睡着睡着梦游了吗 离开了自己的床都不知道 还好下面也是有温度的 应该无伤大雅了 不过也是提醒我了 孩子长大了 应该换个大床了 这下这个就跑不出来了 跟个碗一样这么大 这小子气心有点大哦 肚子都气饱了 全是空气 刚想说给它弄一弄 结果它这个气又消了 应该是知道我来未来了 想一想也没那么气了 先来称一下大的三只 昨天是8.8克 看看今天它们能长多少呢 10 11 昨天8.8今天11 这长了多少呀 没算明白 把这个小的一起放进去看看 四兄弟一起称 12.6 哎哟不错哦 这个小的都有1.6颗呀 刚出壳一天 而且我发现这两个大的背上有黑点了 已经开始长羽毛了 好了回来 现在一下要为四只了 工作量还变大了 来 来 到你了 还没睡醒哦 最后一只了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出壳的那个 它现在还有一些柔弱 所以吃的会比较慢一些 我发现大的这两个是长得真快耶 好像有一个就比它们小一天 这两个家伙该不会是像猛男那样吧 大体型的 一只手抓了四只鸟 把它们放回这个新的窝里去 看起来跟四只小耗子一样 呵呵呵 行了 被子盖起来 想看它们后续成长的 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了